蔡英文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?还是麦卡锡主义,就是毫不犹豫地把代理人法和其他法通过,然后再制造一些市专,比如说修改宪法什么什么的,然后迫使他们为了向党表示忠心。 这时候你不出来养兵牵着用兵意识,红区党总是认为白区党跟叛徒很好的区别。这个才是白区党的最大弱点。 他们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叛徒,往往会被迫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情。 实际上没才能让他们跳出来,多跳出几个,以后事情就要好办很多。宪法修改不修改没关系的,你先说我们就是要改国号和要费到中华民国国号,然后让它跳出来,然后让他们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跳出来。 所谓意想不到的地方,那就不是吴思怀邱毅这种地方,而是指不定就是在最铁杆的利益当中。 比如说,赖兴德在2024年选举的时候,他为什么只能拿36%的选票?除了柯文哲肯定要拿20%以外,还会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 但是,坚持说,不要说是蔡英文了,就算是赖兴德和整个民进党都已经华毒化了,他们跟整个国民党的旧官僚和经营机构已经同流合物,完全放弃了公平正义的理想,他们已经不太是自己人了,他们站出来能够分走10%到15%的选票。 但是,很可能他们就是,即使自己不是匪谍,是被匪谍刺激和利用的人。两面分票,一面让赖兴德他们分半绿半蓝的选票,一面推马英九十构选出来,一面让绝对坚持原则、任何妥协都用不了的极绿派站出来分割赖清德和民进党的基本盘。这样几招分割下去,民进党就可以打成三层政党。 按照在暴动的前提之下,你也会发现在最基本的基本盘当中出现的那种根本不是吴思凡,但是他会做出你意想不到的事情。 所谓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,柯文哲在最初出来竞选台北市长的时候,跟现在的柯文哲是不是变成了两个人?在这样的折腾过程中就会出现,让他早点出现。出现得越早越有利,等赤党临头的时候再出现,他就可以发挥最大效果了。 所以现在的需要就是麦卡锡主义和隐色出动,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隐色出动。这是一个减少损失的做法。当然因为台湾社会跟高面不一样,所以基本盘在那里基本上是打不动的,但是多死戏的人和少死戏的人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。 这种事情跟天气预报一样,你距离越近就能预测得越精确。现在的时间距离已经相当近了。所以我可以相当大胆地说,那些像代数学上的虚解一样,理论上有可能,看上去也能执行得很漂亮,但是实际上执行不通的策略就可以直接排除了。直接了当地把保押到可能性最大的策略上去,那就差不多了。